经济增长的规律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里是有研究的 但是这些研究的人是不看历史 只想数学和看现代的经济学数据 现代经济学数据是什么 就是现代经济学数据 现在我们要挑战的 现在国内大名鼎鼎的所罗的叫外生增长理论 你们大概很多 没有多少人知道外生增长理论 大概你们都听说一个词 叫全要素生产率 对不对 现在我们这个发改委也好 财政部也好 要讲这个国民经济下一步成长的目标 什么就讲什么 全要素增长率 这概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但是国内用的很多 它是怎么来的呢 索罗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 后来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就观察到这个发达国家 开始的时候经济增长率比较高 比如说每年增长4% 后来就越来越慢了 包括美国 欧洲 日本就降到3% 2% 这是为什么 就好像这个增长率是趋同 叫收敛 如果差别越来越小呢 作为物理学家来说 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均衡现象 就趋同 就收敛 那么他怎么来解释趋同呢 他就用了新古典里面的标准的要素理论 讲经济增长什么动力呢 那当然人口增加了 你的GDP应该会增加 你资本投入了 你也会增加 然后呢 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技术是什么样的变化规律 新古典的麻烦就来了 为什么呢 新古典想要有看不见的手 也就是说市场自动稳定 不需要政府干预 他这个技术的变化 是要分类的 如果是规模越大 这个报酬越少 他就趋同了 就收敛了 对吧 这是均衡的 所以现在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是说 人是有理性的 很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企业不会恶性扩张 越做大 你投入的资本越多 报酬越少 然后你就满足于一个有限的规模 这就叫均衡了 但是你们没发现吗 一个新技术来的时候 中国所有的企业都要做大做强 根本就不会满足于规模报酬递减 所以它是不符合这个假设 那么Solo就想 如果规模报酬递减 不足以解释宏观现象 那么还有第二可能 什么可能呢 叫规模报酬不变 随便我这企业 这规模多大 但是你投进同样的资本 得到的回报率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市场也还能维持均衡 所以它的一个关键的假设 是假设在国家层面的 没有规模递增效应 然后才能有均衡理论 然后才能去同 那么它用这样的办法来做 计量经济学解释 所谓计量经济学 就拿了宏观数据 什么GDP什么东西 然后你去做回归 你说要素有人口 什么东西 你把它的影响 一个一个要素扣除下来 剩下来一堆东西 统计学家叫残叉 是随机的 白照生 不知道是什么 这经济学家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 这件事情 我知道的要素 能解除都扣掉了 剩下的东西 你不知道 我叫黑箱 对吧 你一个黑箱子里面 装的东西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或者干脆就承认 这就是我的物资 有待于研究 经济学家就给自己的 无知取个美名 叫全要素生产率 然后包括股票市场 价格波动 乱七八糟 然后另外一个诺奖学家 Farmer取了个名字 叫有效市场理论 怎么会有效市场理论呢 这市场全是 布朗运动随机扭走 什么信息我都不知道 什么信息不知道 就证明你有完全信息 经济学家 会照这个概念来 糊弄老百姓的本事 包括糊弄领导的本事 远远大过 他作为科学家来解释 观测到的现象的本事 那么Solo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就把技术创新 说成是一个盲目的随机运动 相当于罪鬼一样 随便乱晃 是没有发展方向 没有战略规划的 所谓外生的话 因为他认为这个技术创新 不是自己内部发展起来过来 是外来冲击 是造成驱动 所以叫外生 增长理论 这个听懂了吧 好 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 经济的运动 另外一派非常有名的 经济学家 大家听说过熊比特 就讲了一个经济周期 那他长周期 康德里拉提亚夫 这个周期就长到50年 那就是很大的一个技术革命 中间会有中波 有短波 全都是波浪式运动 被Solo一搞 就变成随机运动 随机运动有什么好处 不需要政府干预 所以国内现在主张 市场化改革 不要政府干预 同时又要来解释宏观政策的 基本理论 都是依据Solo的外生增长理论 和他对立的 是去年刚得诺贝尔奖的 一个罗莫 当了很短时间的四行的经济学 首席经济学 然后后来又辞职 他就要想一个经济学基本问题 什么基本问题呢 这从亚当斯密就知道的 就斯密的我讲最核心的贡献 就是斯密的定理 他说第一章 第一卷的第一章说 分工提高效率 那分工你可以无限分下去 那什么是分工的头呢 他第三章的标题说 分工受市场规模控制 你只要有市场规模 我们前面讲的生态资源的约束 这个人口的约束 就全都进来了 那么这经济学一定是非线性的 然后你争夺这个市场规模的时候 一定是规模报酬增加的 否则你要争夺市场规模干嘛 对不对 一定是你规模越大 报酬越多 那么这也肯定是没有均衡的 没有一般均衡的 所以罗默就要想解决这么一个矛盾 说工业革命的动力 就应该是规模经济 应该是规模报酬地争 但现在经济学理论 强调这个一般均衡 就把这个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 内生的机制就排除在外了 这是不合理的 那他想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 什么妥协的方案呢 我又要保持西方的优化理论 同时又要解释规模报酬地争 为什么是有道理的 他就用了一个谁的想法呢 就用了围观经济学的典籍人 也是一个诺奖经济学 叫阿罗 他也是刚去世 原来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 也是森特菲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 阿罗就提了一个定性的解释 就什么东西是在经济里面 是规模报酬是递增的 他说知识呀 因为资本主义就是靠资本 这个成投资嘛 所谓权势就是资本的力量 所以他就把知识换了一个词 叫知识资本 那原来我们知识分子是没有权利的 当然现在一说知识可以变成资本 就变成一个power了 明白了吗 那么知识怎么变成power呢 他就说这个知识是可以积累的 那马上就跟资本积累就连起来了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扩张的时候 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是把农民赶走 土地都全地运动起来 因为知识积累他认为是经济系统 内部产生的不是外来冲击的 那他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呢 他这个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内生增长论 大家听懂了吧 但是这个理论呢 有一个非常危险的预言 你们想想看 如果知识是累积的话 你是不是知识越来越多 就跟现在美国人要打资产权的贸易战史 那么最开始发动工业革命 和科学革命的人 他就不是变成亿万富翁了 而且是无穷的滚下去 后面人都没有希望了 对不对 那么他的解释呢 在什么地方呢 他发一个现象 就是说现代化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全球化过程里面 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 或者像亚当斯密所幻想的 只要有分工 只要有交易 国家都富裕了 而什么呢 北方 就是发达国家和南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很容易理解吧 所以知识产权理论和私有产权理论是一样的 一定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理论 而且呢 少数人越来越富 而且没有人可以挑战他 所以如果是内生增长了对的话 他的预言和索罗正好相反 索罗如果是技术革新 是外来造成驱动 大家都应该去投 如果是知识累积变成资本 应该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那世界到底怎么样 这两家站在一起 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一些增长 能提出来的原因 外生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里头有一个变量 但这个变量本身 我们只知道它变了 结果就会变 但它变量怎么变呢 我这个模型不处理 它是别的地方给我 就等于说 它的决定是在这个模型之外 这就是外生 外生增长理论 它解决的其实是不是技术的问题 它没有去解决技术 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它解决的是哈罗的多么模型的问题 就是如果资本投入 它的产出是线性和产出 是线性增长的话 那我就投入资本就可以了 我永续的投入资本 我经济就永续的增长 也没有什么经济危机 也没有什么波动 等等都没有 那新古典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你这个对马克思简化太厉害 对不对 马克思只说那个经济增长 它是积累推动的 但它也没有说 这个推动力是线性的关系 比如说你是在尝试把马克思数学化 但是你往后退了一步 就为了你模型的简单 所以作为一个模型来说 外生增长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你一个数学的探讨 但是你用这个模型来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 你就心里要有数 它没有解决到我们说的这个伟大的问题 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你要问的问题太大 不是这个模型可以搞定的